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你可以到他跟前来 向他祈求 仰望他 倚靠他 顺服他 因为你要相信最后的结局在他的手上 不在仇敌的手上 这样的人是蒙福的 是蒙神保守和康顾的人 诗篇第二篇 外邦为什么争闹 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陈仔一同商议 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手高者 说 我们要睁开他们的捆绑 脱去他们的绳索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 主必吃笑他们 那时 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 在烈怒中惊吓他们 说 我已经立我的君 在西安 我的圣山上了 寿高者说 我要传圣旨 耶和华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你求我 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 将地籍赐你为田产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 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将的瓦器摔碎 现在 你们君王应当醒悟 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 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 又当存战惊而快乐 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 你们便在道中灭亡 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 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诗篇第二篇 从他内容你就可以看得到 他基本上就是登基师 一个新的君王登基 然后诗人在这里写一个 关于登基的一些的事况 以及耶和华神如何要来带领他们 看到新的盼望 在诗篇里面 我们看到第一篇是在谈什么叫做蒙福的人 什么是蒙福的人呢 就是领受神的话语 愿意遵行他的道的人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照结果之 那这样的人是蒙福的人 第二篇谈到了登基 事实上他是在预表着米赛亚王的领导 所以我们看到诗篇第一篇谈蒙福 第二篇谈米赛亚 事实上也就为我们勾勒出来 整个诗篇主要的体质所在 因为从第三篇开始 就是谈很实际的诗篇里面求告的内容 有些地方是在颂赞神 有些地方是向神请兴徒役 有些地方又是特别来带导的内容 所以诗篇每一篇我们都可以有一些很新的学习的 今天的诗篇第二篇 刚刚讲了他是一个登基师 事实上他在预表着米赛亚王的领导 当神在这里 透过大卫的口来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由的来想到 从大卫到所罗门王 从所罗门王到后面的王 也就是王国分裂这些的一个过程 我们从这些事情里面 我们就可以来明白 王位的传承和其重大呀 所以在这里 当有个新的王要登基的时候 那么大卫在这里如何来说呢 他这里提到说 这些周围的列邦 也就是他们的从属国 他们心态是如何 他们起来说 我们要睁开他们的捆绑 脱去他们的绳索 这事实上表明着 新的王要登基的时候 他所面对的新的挑战 那就是周围原来 从属于他们的这些的国王 可能会被离他们 再来 再来 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 诗人特别宣告了出来 神所高立的新王临到的时候呢 他要在列路中责备 惊吓他们 责备 因为他们看到新的王来 他要来试试 这个王有什么能耐 神要来惊吓他们 神要让他们看到 这个新的王是神所高立的 所以神特别宣告说 他已在西安立了新王 这个王是他的受高者 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 我的圣山上了 是的 在这段经文里面 前半段就是提到 这样的一个纷乱的场景 恳求神带领我们 当我们看到 这样的一个诗篇的时候 其实我们更需要来看到 当这位米赛亚领导的时候 也就是主基督领导的时候 当时正是什么样的情况 愿我们看到 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里 我们更可以来明白 这样的一个君王 这样的一个救赎主领导 对于你我的意义所在 诗篇第二篇里面 前面提到了 这个王登基的时候 所遭遇的情况 在第七节到第九节 事上是整个诗篇 第二篇的一个核心的经文 这里 约和华这样说 我要传圣旨 约和华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你求我 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 将地己赐你为田产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 你必将他们如同 摇将的瓦器摔碎 前面 我们说这个王登基的时候 所遭遇的一个情况 这里带出来的就是 这个王 他说 神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弟兄姐妹 这样的言语 我想我们都蛮熟悉的 当主基督 在受洗的时候 受施洗愿洗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来说的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神就是这样子 来告诉门徒们 所以 亲爱弟兄姐妹 其实 从这句话里面 我们 就可以明白 这个诗篇 为什么 到了新约里面 向来是使用作为 米赛亚诗篇 它 贯穿了两个 时代的背景 一个背景 是在以色列的背景 也就是新王登基的 一个状况 另外一个背景 是 米赛亚领导的 一个状况 在大卫那个时候 当他传到了 所罗门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看到的是 国境平安 王也因此就 放松了自己了 他最后也就安逸了 甚至他放纵了私欲 我们看到 他有后宫加力无数 所以 当 所罗门 中了的时候 我们看到 以色列就整个分裂了 他分裂成两个王国 北国 以色列 南国 尤旦 而这首 大卫写的 登基诗 一方面 是在提醒 那些 虎视眈眈的人 可惜 新的王 顺利的登基了 但这个新的王 后来 他要传承给 后代的时候 就没有那么的顺利了 因为他松懈了 所以 其实 其实 这段经文 大卫既然如此写 事上 不只是给周边的 这些虎视眈眈的 国家的话 事上也在提醒 这个新的王 你必须倚靠神 你必须向神来求告 当有外在的挑战 如排山倒海 领导的时候 你知道 你唯一投靠的对象 是神 而从这经文里面 我们跨越了时空 来到看 主基督领导的时候 其实 他也就是 向世人在宣告 这位弥赛亚 即将要领导 而且 那些 在犹豫 不愿行神的道的人 将要看到 到神的全能 彰显 到时候 他们只能 恐惧 战惊 哀哭 切齿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这段经文 我们称呼为 弥赛亚诗篇 他指指的就是 主基督的灵道 他告诉我们 他来的 他不只是 要拯救世人 为人的罪 定死在十字架上 当他复活 颁下这大使命的时候 其实 我们都一同 在这个洪流里面 感谢神 我们相信 这位弥赛亚君王的领导 是为世人 带来盼望的 我们一同来祷告 感谢神 我们已经看见神 你全能的彰显了 神啊 我们向你呼求 将你荣耀的使命 赋予我们 让我们都一起成为 主基督你的精兵 让我们在各地 各方 宣扬基督 弥赛亚 你已经领到了 让世人明白 当及早悔改 及早领受救恩 加入神军队的行列 谢谢你 让我们一同成为 你救赎的行列之一员 我们将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 圣明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